今天呢一个学员加我,想跟我学拳 但是他听的外面很多人说我们坏话 要我证明自己能打才要跟我学 于是我就笑了 我们好几年不聊实战的话题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练武的人 其实认知水平太低了 各种拳种都有高手 比如最近我关注的太极拳的阮超老师 拍视频直播跟网友讲太极拳和实战之间的关系 人家还是现役的战绝绳的运动员 那么我的水平不高 但是呢我们从有视频记录开始 从2017年搞实际场馆的时候 就经常的两小时摔跤 一小时搏击的训练 不仅跟学生训练 而且我们雇了很多教练 他们的水平都很高 可能我的水平不好 跟这些教练进行训练学习 现在2023年了 其实从视频所记录的这六年以来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打斗训练 当然船舞我们也认真的练 视频都有一小时站桩 两小时站桩的直播 这里就不放截图了 为什么不聊实战了呢 因为第一 我觉得自己功夫真的很一般 在网上谁也打不过 虽然有一堆人喷 但是面对面见面的 很少有说我们差的 但是在这个船舞界相对而言的话 我们胜在踏实 跟很多人嘴上吹自己 能打厉害不一样 我们很认真的训练 踢打摔纳 包括有视频一直都在记录着 还有很多人认为 我们讲东西不靠谱 真是应了失去的武林那句话 给金子但是当铜板 包括我们应对了很多的踢管 切磋 大部分都是有视频的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 骂我们说我们不好吗 因为我们收拾了很多的人 但是这些人都不能放 放出来的话 可能每个都是惊喜 所以他们肯定会说我们坏话 另外我们有200万粉丝 也证明了我们的东西好 大众喜欢 所以关注我们的人多 后来呢 我就在某站上 发了这样的一个视频 旁抄内心独白 不能打 我很自卑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挺有意思的 加我们学习的一些朋友 其实应该是搞清楚逻辑 就我们目前所有的学员 我们去服务他们 到处的实际教学 都占用了我们很大的时间 所以真正的是大家在求学 想要让我们教一些好东西 我们不太需要证明自己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